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5号 星期二 我们知道在6月14号 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 说当年中国 有的中国第一股名称号的 有一位上海人叫杨百万 外号 绰号是杨百万 他的真名是杨怀定去世了 他什么时候去世呢 是在6月13号凌晨去世的 但是在6月14号 全国主要的媒体都在报道 那么杨怀定 他是1950年出生 所以呢 他这个去世时的年龄 是71周岁 他是祖籍 可能是江苏正江 所以人家称他为江苏正江人 但是呢 他是在上海 这个出生长大 然后他原来是上海 一个铁合金厂工人 一个普通的职工 这个他在这个工厂当工人 后来呢 在1988年3月份他辞职了 他辞职干什么呢 他就当时利用这个国库券 国库券当时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所以呢 他这个收购国库券 然后呢 赚取这个差价 这个差价有多大的利可图呢 因为他一开始的本钱是两万元人民币 那么后来呢 短短的这个一年的时间里边 他挣到了一百万的利润 所以那个当时大家都给他一个称号 叫养百万 所以很多人误解以为是他在股市里面 赚了一百万元人民币 其实不是 是在这个国库券市场上挣到了 而且那时候还比较早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大家想一想 这个1988年 1988年如果他就有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话 那是非常惊人的 是吧 所以呢 他是长 长富 就是说长而不漏 那时候一开始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这么有钱 但是呢 当时经常到全国各个地方去 在周边的城市去购买 所以光合肥 他就去了好几十趟 合肥离上海相对比较近一点 他一般去的都是省会城市 所以呢 他在 因为当时有个政策啊 就是国库券这个市场 试点一开始是六七家城市 后来扩大到六十几家 六十几个城市 所以他当然业务范围 就是在这些大 大中城市里面展开 一下赚那么多钱 赚钱多了以后 他其实那个时候 银行还不能异地取款 所以呢 他总是要带着大量的现金 或者是国库券 来回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 所以非常不安全 那时候他都是带了一个 很大的箱子里去装这些东西 那后来呢 他就请这个 一开始是花钱 跟警察商量 让警察派人去保护他 后来呢 他就是专门请了 就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保安公司 但是后来他请了私人保镖 然后慢慢的 人家发展起来了 有了保安公司 专门给他派保镖 所以呢 就是他还是 在中国有很多 这个 有的第一的这样一个记录和称号 有人称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吃螃蟹是一个比喻了 他是第一个这个个人 到银行里面大量收购国货券的人 他是第一个向银行 咨询有关证券问题的 这个个人投资者 他是第一个 主动向税务部门咨询如何纳税的 这样的一个个人 还有很多个第一 就是有一些第一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有人说他是 就是说他敢尝试啊 他什么事都敢违先吧 就是说后来还有一所大学 聘请他作为投资顾问 所以他有很多个第一 那么他后来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 就是说 比如说因为他炒股炒得那么火 其实炒股真正赚了多少钱呢 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他炒股是不是非常的成功 有的人说他炒股并不算成功的 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 有媒体采访他 他当时呢 有一个感慨 为什么有感慨呢 因为他是名人 又是投资界 这个一个传奇故事 尤其是在1998年 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 官方媒体把他评为 这个20年 改革开放20年 风云人物 他是一个其中的一个 代表着普通老百姓 发财致富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 实际上是证券市场上 发财致富的一个人 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所以呢 当媒体在2013年采访他的时候 他是有谈自己的一些经验体会 一方面呢 他成功的逃脱了2008年的 那一次比较大的股灾 就是在5月 5月19号 他就开始把他的这个仓位 就空仓 也就是说他的股票基本上都卖出去了 然后他告诫有一些人 说这个现在好像股市情况有些不对 但是没有多少人真听他的 没把他说的当回事 结果530那次股灾 就是他避免了这一次 后来到了6100点的时候 他又在那之前就避免了 就是被股灾所套牢 所以两次最关键的时间 他都逃跑了 而且是成功的逃出 后来呢 人家采访的时候 他谈了很多体会 说人性的贪婪 你要在那之前做出提示 人家不会听你的 他当时做了几次提示 都没有人把他当回事 事实证明他还是 在这个方面还是有独到的一手 不管他赚了多少钱 但是他两次成功的逃离了股灾 就已经算非常值得敬重的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独到的心得 也正因为这样呢 他曾经就是在他儿子帮助下 他们成立了一家私人公司 就是专门卖他的软件 投资软件 股票方面的这个运作的这个软件 这个名字当时注册 就是上海杨怀定投资软件 或者讲股票软件 那么后来呢 人家说这公司里边所占的股份 他自己是占40% 他儿子占30% 后来这个软件呢 很多人买 当时就冲他的名气来的嘛 买了以后呢 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软件 进行操作的话 并没有带来财富上的大大的增加 反而亏损 所以后来很多人对他意见很大 说他这个 就是说用这个卖软件来坑人 而且那软件当时卖的比较贵嘛 这个几千块钱一套软件 好像也没给人们带来那种财富的美梦 成真的这样的一些结果 反而带来很多人的投资失败 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 人家对他是有很多的意见 那么刚才说到在2013年 有媒体采访他的时候 他自己说他当年 就是从1988年 两万元起家 开始买卖国库券 后来发展到 他说我今天 也就是指到2013年当时采访他的时间 他说我今天在股市里边有两千多万元 也就是说我的财富增加了一千倍 他只是这样说 他没有说他的这个净值有两千万 但只是说他在股市里边的这些市值有两千万 所以呢 究竟养百万到底后来有多少的财富 就是现在他去世了 就是在他去世之前 有人说他起码是百亿 不是养百万 而是养百亿 也有人说没那么多 还有人说可能不止这么多 所以究竟他有多少财富 我觉得他的家人不知道会不会向公众透露 大家要知道他财富的真正的净值 倒并不是说想窥探别人的这个隐私 而是说做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尤其像美国大家知道 你再富的人你再想隐蔽 还是隐蔽不了的 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专门的侦探公司 各种各样的方法总会搞清楚你的财富 所以一般来讲会有一个财富排行榜 所以我不知道养百万 如果按照今天的财富 跟中国的这个财富排行榜排一排的话 有没有他的位置 有人说轮不到他 这个一千人 甚至一万人都不一定能轮到他 所以不知道养百万到底后来 因为他后来他在受了采访的时候 他这么说 他说我现在呢 也不过是有一杯茶 每天喝喝茶 就说我没有特别奢侈的这个欲望 过一般的日子 他显示的很淡定 显示的很接地气 并没有说表现出不可一世 也没有表现出自己财大气粗的那种 土豪的那种气势 根本都没有 所以养百万给人们的形象 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形象 也是一个比较厚道的老者形象 当年他算是中青年吧 38岁开始这个投资 然后呢 后来发了一笔财 所以说他基本上在40岁之前 就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 1988年1989年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手中有什么钱呢 能够有一万元 万元户都已经不得了了 对吧 我呢 我本人到1997年的时候 我的存款只有7000元人民币 所以说 而且呢他是家里边有亲戚 把我的这个7000元人民币 借走了3000 所以我只剩下4000元人民币 所以你想一想 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真是没有什么财富 没有什么积累 这个到后来啊 慢慢的市场化 这个慢慢展开之后 大家的机会越来越多 但是在市场化 还没有正式展开的时候 200万已经先行一步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呢 他是很多中国人 如果讲比照美国梦 那么中国梦 就是说也是能够老百姓 有着发财致富的机会 然后能够追求自由梦想 当然这个在中国 由于是一个专制集权的统治 你想呢 全面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投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只有部分的 受到限制的一点空间 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边 杨百万已经做到这样子出色 那很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对他还是有一种 这个怀念吧 就是说 那个时代 毕竟 离我们并不算遥远 而且我们大致也算同时代的人 他比我大十岁嘛 所以呢 他这个71岁 也算是早逝了 按现在的标准来讲 去的去逝的也不算 有人说过去 古代讲人生七十古来西 但现在呢 71岁就离开的话 已经算是比较早了 当然这也很难说了 有人说他得的是糖尿病 这个是一种富贵病 那也没办法 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觉得这个杨百万 带走了一个时代 这个标记 他本人就是一个时代的 一个浓缩 一个标记性的人物 今天呢 有人说百万不稀奇 当然杨百万 他真正的资产 我刚才也说了 也不是百万 这个百万指的是 在1988年 1989年的时候 他有百万 所以你不要老是 动不动 就用现在的财富标准 去鄙视他 那你那个时候 恐怕穷得叮当响 像1988年 我们当时的工资才多少 才几十块钱的工资 还是大学毕业 所以呢 这个即便从国外留学 回来家里边呢 有一点积蓄 但是积蓄不多 大部分都成为 当时的家用电器了 家具啊 你这个家庭建设嘛 主要用于家庭建设了 没有多少存款 所以杨百万 他毕竟还是那个时代 就是人们所关注的 一个焦点人物 好的 我今天先议论到这 所以以后有时间再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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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